大家好 一般正常来说长寿花进入到花期之后 我们都需要给它按时按量的使用磷酸青甲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 同时给它喷湿叶面 这样的话给它增加充足的零岩素 让它花芽分化更多 那么我们如何分辨我们的长寿花进入到花期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它新长出来的叶片 一般正常的长寿花的叶片 它是比较大的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长寿花 底下的这些老叶片会相对的大一点 新长出来的叶片很小 而且长得很缓慢 那么这就证明它已经开始慢慢的郁郁坏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给它补充磷酸青甲 又不养的话它的零岩素不足 尤其是进入到了10月底11月初 大家一定要多观察 不要错过了给它补充磷酸青甲最佳的时机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谢谢